第九题,阿力博士在实验桌上预备了下列的化学药品 甲醋酸、乙氢氧化钠、饼椰子油、丁酒精、物饱和食盐水及浓硫酸 柯南和小南分别在实验室进行止化反应和造化反应 第九题是问,柯南欲进行止化反应 他应该找哪两种药品当反应物? 止化就是有基酸加醇产生止跟水 那么甲的醋酸就是乙酸是一种有基酸 而丁的酒精叫做乙醇 所以它是个醇类 所以甲跟丁叫做有基酸加醇会产生止跟水 所以第九题问我们说 他应该找哪两种药品当反应物? 我们答案选的是C,甲丁